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担任今天的主持人萧士琼老师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今年是我们亚大创校15年 我们的校务也一直蒸蒸日上 我们年续两年都获得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的评比 进入全球的四个百大 这是让我们非常感到荣耀的事情 但是我们前校的师生都不以此为满意 都认为这只是起点而已 我们今年非常荣幸 邀请到资深媒体人陈文倩小姐 来担任我们亚洲大学的专任教授 那么这时期我们将举办七场的文倩讲堂 一月学校系列讲座 所以在座的各位真是很有福气 因为我们今天是文倩讲堂的第一场 那么同时也在现场做Live的一个转播 所以我想今天大家都非常的幸运 能够参加这一场演讲会 那么这场演讲会也是我们蔡金花校长的精心策划 要献给我们大一心声的贺礼 请大家为自己鼓掌一下好不好 那么在演讲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特别安排邀请到 我们国内的知名小浩演作家 何传安先生 那么何传安先生 他12岁就开始学习小浩 那么他国内外的名师的指导 所以他的演奏技巧非常的成熟 他在2010年以最高的成绩 毕业于新加坡大学同年 并获得协奏级比赛的第一名 在同一年也获得同馆最高额奖协金 前往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攻读收事 那么在2012年也获得该学员所主办的协奏级比赛的第二名 那么在比赛中他被评为最撼动人心的小浩演作家 所以我们现在就热烈掌声欢迎何传安先生上台 那么他今天所演奏的曲目是 具有巴洛克风格的小浩前奏曲 曲名是克拉克小浩志愿军 这个曲目也是献给我们大一新生 希望你们刚进亚洲 就非常有动力 非常有power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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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何传安先生 现在我们再以更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演讲者 陈文倩教授上台 我们校长也一起上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 各位大人们长 我们每一次 陈文贤教授来本校演讲 我们都会给他一点惊喜 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排 我们先请陈教授就座 我们请亚洲大学大家长 蔡俊华校长 先来致辞并介绍演讲者 这个是了不起的开门 谢谢 今天只要欢迎我们 因为我们常常听到大学系要大师 或是大佬要大师 所以今天我们是鬼话好几场的大师演讲系列 第一场就是我们的文贤讲座教授 第二场就是Maya Schoenberg 那再来是Nobel Prize Winner Sean Tirola 年希雷 那亚洲大学有两个讲堂是世界级的 一个是安藤讲堂 安藤讲堂是硬体的 它本身是一个艺术品 那今天是文贤讲堂 这两个是世界级的 但是文贤讲堂是我们讲卵实力 事实上是更重要的 那我刚刚跟文贤在贵宾室谈到 全世界有三门课是最有名的 一门是好好大学的正义 Justice Michael Sandler 一门是野柳大学他们讲的生存学 那第三门是哪一门课呢 就是今天的文贤教授的一夜学校 所以文贤今天的第一强棒 给我们今年的新生 我们这整个礼拜是Orientation 新生信念 那特别很感谢我们的文贤 来给我们的年轻朋友来演讲 他的生命的故事 还有智慧的结晶 他是一个杰出的媒体人 事实上他是一个处领域的一个 杰出的一个 不管在领域都非常杰出 不只他本身也是一个文学家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家 他那个instrumental piano非常结束 对 他的非常好 所以我想这个 我想都是我们同学的福气 到亚洲大学能够平常看不到 我们文贤教授 但是今天你可以face to face 看到他本能 来跟各位讲授他的一个理念 一个一夜学校的理念 如何来教育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 而且这个program 不只对我们亚洲大学的学生 他是会在网路上直播了 所以我们的理念 把这个变成 跟哈佛跟耶尔同样有名的 program 那今天再度感激文贤 再给他一个最大的掌声好不好 好 那我就交给你了 谢谢 谢谢 我需要这个powerpoint OK 谁来教我一下这个powerpoint的使用方法 这个 亚洲大学第一门课 愉悦学校 为什么我想要教这一门课 很明白地说 很明白地说 其实我们人类 有很长一段时间 尤其自从工业革命之后 尤其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之后 我们几乎觉得所有我们对于happiness 对于快乐 对于幸福的定义 都跟经济成长率有关 都跟你的财富累积有关系 可是一个统计是 在1950年代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五年 换句话说 很多欧洲的国家 从废墟里头摘起来 美国才刚刚脱离了大萧条 然后没有电脑 没有任 不是很多人拥有汽车 日本战败投降五年 1950年寒战爆发 它统计的主要是OECD的国家 那个时候人均所得 那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财富 那个时候人类可以拥有的东西 都比今天少太多了 你不是搭上一个飞机 要去哪儿就去哪儿 那轮船才是主要的旅游工具 那每一个人搭上一个越大的轮船 就越担心 Is this Titanic 这是不是台特您好啊 那可是那个时候根据调查 全美国 还有另外一个被调查的国家是英国 得到depression的人 忧郁症的人 是现在得到忧郁症的人的十分之一 也是那时候的人比现在的人快乐很多 那如果以OECD国家当时所拥有的财富 即使在2010年 它是在这一波经济大衰退之后两年 当时还有欧债危机 整个OECD所拥有的经济规模 是那个时候的五倍 所以财富 经济成长度 经济成长度 跟人拥有汽车就代表自由 人拥有飞机就代表五眼佛界 那时候是汽车 跟飞机被发明的时候 共同的看法 可是它证明现在得忧郁症的人 是那个时候的十倍 所以我觉得你们刚刚十八岁的人 十八岁是什么意思 你永远不要忘记我下面讲的话 你们觉得你们很年轻 觉得站在台上的我好像走过了很多 我可能懂得比你们更多 你们可能这样看 但是我跟你保证 你们的脑袋 你们的脑细胞 坐在这里 它的活跃程度一定超过我 你们不止比我聪明 你们也比李敖聪明 这就是所有的脑部的医学里头证明的 人最聪明的时代 岁月 是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 或者到二十五岁 或者到二十七岁 无论如何 过了二十七会之后 你的脑部的大幅的发展 就会开始停滞 大概到了六十岁以后 就会开始下滑 到了七十几岁以后 就会真的变笨 到了八十岁以后 就会笨到不知所云 所以我们发现八十岁以后的人 所发表的政治言论 都让你难以置信 所以不要跟他计较 我改不了坏习惯 下一句 娱乐学校不是我的创建 在希腊的哲学家里头 讨论happiness 幸福这件事情 你们可能很难想象 有两个很重要的哲学家 一个叫亚里斯多德 但是亚里斯多德呢 他虽然讨论了什么叫做happiness 什么叫做幸福 更多的时刻 他讨论的还是跟思辨有关的事情 另外一个几乎 拿他人生大多数的时间 都来讨论幸福的哲学家 叫做伊比九路 我告诉你 人不可貌相 伊比九路证明了这一点 他就长这个样子 OK 那这个是一个epicurus 他的长相 那时候的人都长得比较矮 大概营养不良的关系 可是后来有一段时间 他所提倡的娱乐学校 就在地中海地区 绵长了将近五百年 有一千多个学校 他的名称就叫做娱乐学校 他教你人如何让自己幸福 人生这么短暂 什么叫自由 什么叫思想 你这么想追求快乐 这是我常说的一句话 你学过数学 你小学就学了 一加一等于二 九点四等于五 人生什么时候该加法 人生什么时候该减法 有人教你吗 我在这一次台风的时候 都没有远见 因为我整天在文献事业之报里头 还有我自己做的各种不同的工作 关注了气候变迁 我知道今年叫做圣阴年 而且是强度圣阴 我看到的加州陷入了一千两百年来最大的干旱 然后你就看到说有个强度台风 要来了台湾 但我们的气象学家 大多数的预估都是根据过去的经验 而整个气象学已经根本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 所以他们的看法就是这个台风 对台中影响不大 但是这个台风呢 只要它登陆的地点是在台东跟花莲 那台湾的中央山脉 就会把这个强度台风让它减弱 风力都会变小 然后过了中央山脉之后 它对整个台湾的影响就会降低 我就觉得我应该相信我的知识 而不要相信气象学家 过去所累积出来的经验 于是呢我就看着我家 我家里头有一棵肉桂树 它来我家的时候已经六年 在我家已经种了十年 长到三四楼高 它如果倒下来 它就会把我的浴室一整片的玻璃全部都敲碎 我就二话不说 把它几乎是剃平头般 只剩几根叶子全部都砍了 接着我就找圆毅来 我就看到我的枫树 它有几棵黄叶子 然后我就觉得说它什么回事 这个人就告诉我说它生病了 它根里头有一些烂调 然后可能需要打针 我说它挡得住墙风吗 它说这只台风不会很大吧 我就说如果很大呢 它说它挡不住 我说连根砍除 它说这棵树很多钱呢 要了很多年呢 那棵树也在我进门的右边旁边的玻璃的地方 有一棵我没有把它砍的叫樱花 它真的就倒下来 因为它本来好好的 它倒下来以后运气够好 就倒在围墙上 这一次的台风它的特色就是 它直接地穿越了中央山脉 墙风完全没有任何的阻隔 然后于是就直接地就冲向了乌来 新店一路下来 所以才会把南市溪 上面本来水土保育很不错的地方 冲掉了一大块 那台北市政府的人 就根据过去 他们以为只要山坡地有崩塌 一定是人为开发 但是他们并不了解 其实从八八风灾开始 那个时候我们就被教导 那时候齐柏林用空拍的 还有你用Google地图就可以看到 中央山脉几乎全部的头都变成了 前台中市胡志强的秃头 因为这场风灾就改变了每一个人 那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人居住 它全部头都秃掉了 我是怕你们睡着 对不起 市长 全日的胡志强 大家来开玩笑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件事情就是 什么时候人生该减法 就好像我在处理我的庭院 结果瞬间呢很可惜 这些树该砍的我都砍 然后樱花树倒了 我就说不要 那大家都觉得很可惜 可是瞬间我家的院子就变成很宽 很亮 有一棵茶花也很漂亮 也被我砍了 因为它生病了 就连根锯掉 我就把它种很多花园 然后变成因为太阳病很大的关系 我的花就盛开 人生其实在某一个时刻 或者是你遇到某一种状况 你就要减法 但我们从小教你太多东西 就没有人教你人生什么时候是增加的 什么时候是减少的 所以在你们的年龄 你们要开始增加一些事情 要开始减少某些事情 我们待会儿来看 我希望告诉大家今天的 这个是伊比纠路 他就是发明渔月学派的人 这是他第一张照片 第二张 开始有人想给他伟人形象 所以你就知道 我到日本去就发现 日本战国时期的英雄啊 他们最后的画像都很好看 可是初期的画像都长得跟前面一样 就每个都长得很难看 然后呢 但是当他在人们的形象中 越来越伟大的时候 他的形象就被煤化掉了 你看这张伊比纠路 多么有哲学的样子 跟刚刚那个矮诸如不太一样 那他虽可见 后来他在地中海地区所造成的影响 他原始长得是这样 我比较相信他 这个是拉菲尔画的 我很相信 我刚刚找到的第一张是 最早关于伊比纠路 现在可以找到的画像 这张是拉菲尔画的 他是在一个雅典学院里头 他们那时候是一堆人 在雅典学院里头 一起辩论 一体思考 这个雅典学院 比我们这里像罗马柱廊 然后一堆人 然后有的人坐阶梯中间 每个人各在做各的事情 这是伊比纠路 那我蛮相信他可能是长这样 因为他是一个提倡美食的人 所以他是个胖子 这是有可能的 然后你看他的手非常短 那个是那个年代 这就是伊比纠路 那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他理解到幸福是人生 愉悦是人生 应该追求最重要的哲学 是多久之前 是在2356年前的一个人物 诞生在西元前340亿年前 那个时候叫小雅西雅 也就是现在差不多西班牙海岸的一个岛屿 伊比旧路学派的影响地点有多大 历史是这样 第一个名字叫叙利亚 跟我们现在知道叙利亚完全相反 如果叙利亚的人相信约哲学 不要相信今天的东西 那里的人需要这么可怜逃难吗 第二个 犹太 耶路撒冷 都受到他的学说的影响 埃及 意大利 西班牙 高鲁就是以前的法国 差不多500年的时间 渔月学说的影响非常地久 接下来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为大家整理出来 伊比旧路它有一个渔月学校 它自己创始了第一家渔月学校 后来就是它死了之后 以及它还活着的时候 很多人就到刚才我说说的这些地点里头 就分别创始了将近一千多家的渔月学校 那它的渔月学校呢 是在雅典的外郊 就是郊外 那比如说它在台中市的郊外 南投的埔里 比如说那样的一个地方 那所以如果从某一个概念来讲 它是第一批的人民公社 那但是它也不是要求你们每个人都 共产党财产都要交出来 不是这个模式 那它要的就是后面的概念 你们会觉得 这个人好厉害 我们现在在网络时代才有的概念 叫分享 共享 对不对 什么共享乘车啦 共享经济啦 在它那个年代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它就在雅典的郊外 大概车程一个小时的地方呢 他们就盖了一大批的房子 像小造震计划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客厅 自己的书房 自己的卧室 我不知道那里的人当时洗不洗澡 不太了解 然后呢 可是没有厨房 厨房是共用的 没有餐厅 餐厅是共用的 那他们有很重要的 在读书会讨论会的地点 最重要的就是共识 那渔业学校有几个快乐清单 我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整理 它的学术很复杂 那我帮它做了一个整理 这些学校呢 是在一比九路三十五岁 所以我跟你讲说 人最聪明就是这我年龄 他年龄够了 他可以开始收弟子了 然后三十五岁 他创始了这样的一个渔业学校 第一个叫做友谊 友谊是使一个人最快乐的事情 你会注意发现 他从头到尾没有爱情 所以你们年轻人 你们千万不要为了爱情自杀 爱情只是你人生经验中的一部分 尤其你们在这个年龄谈恋爱 我常跟很多人说 大多数的状况 你是替别人照顾别人的太太 然后替别人照顾别人的丈夫 你们现在很相爱 可是人生将来的发展 很难这样很久很长 当然也有一些人现在相遇 就相知了一辈子 然后一直走下去 可是这个percentage太少了 所以千万不要为了现在 你的失恋 或是你的爱情的挫折自杀 因为这个人人生注定 可能是别人的太太 或别人的老公 记住我讲这句话 我几乎没有看到几个例外 所以我对那个从大学时代就变成班队 然后一辈子会在一起的人呢 我都觉得很佩服他们 有一次我就问我们大学有几个班队 到现在因为他们都在一块 我说你们可以这么多年 一直将往到今天 基础是什么 他说 因为我知道他所有的底细 所以我们彼此分开都不容易分开 因为对彼此是很不利的 这是他们的婚姻很重要的基础 第一项叫做友谊 第二个叫做自由 什么叫自由 在雅典那个时代 自由当然指的很多 一定是freedom of speech 有那个自由 可是有思想的自由吗 很多人都知道 在那个年代 苏格拉底 他因为不肯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所以会被勒令喝毒酒而死 对不对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是没有思想的自由 也没有真正的言论的自由 所以伊比丘所讲的自由是什么 是你们今天在现场最需要学习的 自由就是指你个人的free mind 也就是你的思想 不是被这个社会控制的 你的思想 不是被多数的生命所控制的 你的思想 是在你自己的脑海里头 很自由地去发展 很自由地去判断 很自由地去吸取你的思想 很自由地去让你自己 变成一个 在你最聪明的年代里头 拥有最丰富思考的人 所以自由指的 并不是说 我们现在常常讲的 言论的自由 出版的自由 在我们现在 我们拥有的自由 他们没有 他们所提倡的自由 这一批在于越学校的人 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独立思考 互相辩论 然后他为什么要在雅典郊外 一小时的车程 他说只有这样 你可以脱离体制 可以脱离多数人的想法 你可以have your free mind to think 所以我们现场的人 你问自己 你拥有自由吗 我们拥有言论的自由 拥有骂人的自由 拥有造谣的自由 我们在社会拥有很多自由 可是你拥有free mind 你拥有自由吗 所以在自由下面 你才可能会有第三项 叫做思想 如果你没有一个free mind 去思考事情 你只是这个社会的 吹得不好听的喇叭 不像人家刚才喇叭吹得那么好听 你只是一个破铜烂铁的一个喇叭 you don't have thoughts 你并没有真正的思想 所以思想是一个人 跟别人最大区隔的理由 我跟另外一个人的最大的区隔 可能是来自于我脑袋里头 我所拥有的这个思想 而不是我今天的外表 或是我某些的职位 或我某些的title 是思想决定了这个人 在世界人生中很重要的价值 我们也可以说 现在很多人所谈的价值观 都是在这个思想的概念里 可是思想怎么建立呢 如果你没有free mind 你的思想不会是free 一个让你有独立思考的状况底下 所建立起来的思想 你的思想叫做人云亦 所以这个社会流行什么 你就是什么思想 这个社会反对什么 你就反对什么思想 你没有属于你个人的思想 因为你根本没有属于 你个人的自由独立思考的能力 所以你看一比九鲁 为什么说他35岁 为什么说他是2300多年前 特别要提醒大家 就是even他在那个时候 所提倡的很多东西 在胡适时代的时候 他提到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在现在我们都还很难建立这样的一个概念 你就知道说这个 为什么我要谈他的一些想法 而且他的前进 好了 第四个 美食 一比九鲁因为他提倡美食 使他后来到了大门 而且受尽了公结 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是随着那个时候呢 罗马帝国是很允许一比九鲁的学说传递的 其实你今天啊 在意大利在地中海那个地方 看到他们对一些慢活啦 生活叫慢食啦 这种思考 慢思考 这种概念 其实都是受到一比九鲁的过去所留下的传统印象 但是当罗马帝国瓦解 有一个新的力量崛起 那个时候的力量 他为了要建立他的领域 他跟今天他所代表的态度不完全一样 一比九鲁的学说 在那个时候受到全面的污蔑跟公结 很像现在的网军 那个叫做基督教 基督教就公结一比九鲁 因为他提倡美食 他后面有提倡一个叫庇护 庇护的意思就是指房子 他们就把他说他提倡叫豪宅 他再下一项提倡叫衣服 就说这些人要奢华 所以你今天即使到大英百科全书去查 什么叫一比九鲁学派 就是指追求升华之哲学 所以即使大英百科全书 它都可以是在字意概念里头 19世纪 18世纪 17世纪 16世纪 15世纪 14世纪 13世纪 12世纪 他已经经过了一千年 对一比九鲁学派的公结 然后到最后 就积飞成事 那我就告诉大家 其实到今天为止呢 有些基督教徒 是一个充满了包容的基督教徒 像德国人 有些基督教徒 跟天主教徒 我不敢领教 像匈牙利人 我们在这一天看到了 叙利亚难民的状况 然后呢 这几项东西呢 他提倡之后 就成了八鲁 所以想要把他的学说 跟主要的思想的影响力 食物把它做得好吃 他认为 人有很多痛苦 人有太多的非理性的情绪 所以一顿美好的食物 可以comfort很多人 他这话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回想很多人 对母亲的怀念是什么 对家乡的怀念是什么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我当时住到 就傻傻的申请学校 我也很傻 那时候我们就看 1968年美国的学运 所以我就申请去了Berkeley 后来我就觉得 我就见了鬼 调到了一个鬼地方 为什么那里吃的东西都很难吃 就光这件事情 就足以抹杀 这个学校对我所有的吸引力 然后呢 那个学校有一条街 叫做Telegraph 那条街上都是西匹 我就跑去看西匹 什么叫西匹呢 在那个年代 他就是不洗澡的人 接着呢 他们就说Telegraph里头 在60年代 留下了很多重要的一些食物 我就发现只有一个披萨店 另外还有一个 因为支持保调 最后没有办法毕业的人 在那里卖包子 这样 其他都非常地难吃 所以我还吃任何的 起码还不错的食物呢 唯一只有一家广东餐厅 那家餐厅呢 对我收买了一只狗朋友贡献了 其他呢 就是那个学校里头 东西真是 附近那CAPAS的东西 真的是太难吃了 那他当然最近 听说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善 但基本上 我就到Berkeley去 那美食为什么很重要 它真的是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所有的人呢 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Berkeley的时候 我就好怀念好怀念 台湾 那我怀念的方法是什么 我就飞到洛杉矶去吃 乌阿尖跟台湾小吃 这样子 所以我们对故乡的怀念是什么 是食物 我们对母亲最重要的记忆是什么 就是母亲给你的某些食物 前一阵子我第四个阿姨 往生了 然后呢 我的表妹就说 她突然想到 她对她妈妈所有最美好的记忆都是 她从小上音乐班的时候 妈妈一大早起来 帮她准备便当 那一刻她突然想到 她妈妈死亡时 她的哭泣 她的想象 从她妈妈走 办完丧旅之后 她每天本来都是醉完起床的 她都一大早起来 帮她的孩子准备便当 因为她来让她孩子将来 留住对她的怀念 所以美食其实指的不是说 你去吃很昂贵的法国米其林的食物 指的就是说 你有一些让你感觉 可能是一个罗巴本 可能是一个卤味 可能是一个台中第二市场的巴包 可能是一个只有台中人会吃的麻衣 可能是只有台中人会吃的某些特殊的菜 可能是一个太阳饼 可能是什么 但是它瞬间 就让你心灵得到一个comfort 那为什么台湾现在突然疯狂起美食 因为台湾人不快乐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美食comfort我们 所以这个国家没有革命 感谢美食这样 下一个 辟音 辟音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让你 觉得你住在这里是安全的房子 它指的不是豪宅 辟音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其实人需要有一种beloings 人需要一种归属感 这归属感你觉得有一张床 所以你看有的人是认床的 因为那是一种心理上的connection 那后来的很多动物心理学家 跟人类的行为学家都做过了很多研究 为什么台湾的住屋政策 以及德国的住屋政策 最后形成了这么大的户头 因为德国对于租房子的保护 严密到那个房东要赶走一个租户是很困难 而且房东被规定 你每五年就要帮房客油漆一遍 同时呢你要交很高的房屋税 另外呢它对租户的保障很好 所以他们常常这一代 租完了这个房子再交给下一代 再交给下一代 所以对于去买一栋房子这件事情 他们没有那么高的欲望 那为什么我们一定都要买房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有买下一个房子才不会被赶走 然后你只要住在那里 你才会觉得安稳 所以有一个房子 所以辟因你是一个很重要的 人得到愉悦的一个概念 下一个就是衣服 就是人啊 他讲的衣服就是指说 其实人需要透过穿戴上一件衣服的时候 你会感觉 You are so different 你会感觉到你穿上这些衣服的时候 不只是说衣服可以保暖 这还包括衣服是你最重要的语言 那这点男性比较辛苦 男性必须要穿上西装 就是在大热天的时候才表示尊重 这是一个社会性的东西 那女性呢 如果穿上了套装 就表示你是professional 如果穿上了短裙子 就表示你身材良好这样 就是衣服本身呢 对一个人是代表一种语言 那他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他可能是人类最注意到 时尚这件事情的一个哲学家 再过来非常重要的是理解死亡 他说当我们每一个人 不断地在讨论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不断地骗论 不断地讨论死亡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生命的愉悦 你活着是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所以理解现在最好的方法是从 你死亡那一刻出发 再过来就是旅行 旅行呢可以使你不断地 看到世间很多的东西之外 就脱离你原来 已经可能在情绪上 在精神状态里头 已经陷入了一种动 其实人性有一种钻到一个动的本能 你必须透过旅行慢慢地离开 再来就是耕种 其实后来我们看到很多 精神医学的治疗里头 所以你觉得这个人很先进 在精神医学的治疗里头 就有一种叫做圆异治疗 就大家一起耕种 然后灰汗如土 然后呢在这里头种一些植物 让这个植物慢慢地长起来 然后浇花 看到它每天的改变 你自己会跟着愉悦起来 那这个是他当时就提倡的概念 最后一想 就是现在Internet最有的概念 共识 共享 共耕 共思辨 共食这件事情 他说只有狮子跟野狼这种低级的动物 才一个人自己吃饭 你们想想要多少人一个人自己吃饭 蛤 有没有人一个人自己吃饭呢 小心哦 你就是野狼 OK 他说共食 大家一起分享食物 你对那个食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 所有跟中国文化 华尔文化有关的地方 家里经常会有一个圆桌子 我们现在西化得很严重 大家喜欢长的桌子 中国人每一次 在流放的诗人 像苏多普这些人 他们都觉得圆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们很渴望 那个家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吃饭 而月亮多数时刻是不圆的 是残缺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里头 圆 对一个流放的诗人 或是对中国人的团圆来讲 它就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因此 一起吃饭共食 就代表一个家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中秋节 什么各种概念里头都拥有的 共耕 一起耕种 一个人自己耕种 很没力气嘛 所有的人一起耕种 所以亚洲大学 请设一个共同的共耕农田这样 共享 我跟你share东西 share本身呢 它会使你拥有这件事情 更加的快乐 共思辨 我们一起来讨论问题 远比一个人自己讲个不停 会快乐很多 好 接下来 嗯 我动不了了 谁可以帮我忙 It doesn't work 谁可以帮我忙 下一页 OK 好了 那我想今天我们是跟新生上课 我刚刚把一笔九五的快乐清单列一遍 我们有很年轻的人 有一些人到了一个年龄 你们想想看 你们刚才在他的快乐清单里头 哪些是你可以做或还没有做的 那我有一个概念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手机 到哪里去就发神经地拍照片 再来看美景 对不对 通常都是这样 那因此就常常被嘲笑 可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 它让我们其实已经遗忘的 某些快乐的情绪 它被记录下来 然后我们当时可能觉得很重要的 让我们挫折的事情 不开心的事情 你再回头去看它的时候 It doesn't matter 你会发现时间就把他币的 那么不重要了 所以我今天呢 就完全打开我的私人柜子 给你们看 我的七月到我的八月 那我们来看我的七月到我的八月 这张照片呢 是根据我有一只狗 它是一只笔兽 有一个做杯子蛋糕的小女孩 她突然有一天跟我讲说 我并不认得她 她透过了一个我的朋友说 我在你的文权的事业之后 在Facebook上常看到你的狗 好可爱 我很会做狗的杯子蛋糕 我可不可以做狗的杯子蛋糕给你吃 我说好啊 然后她做了一只笔兽 她的名字叫馒头 她就做了一个馒头来 这就是她的照片 然后就做了几个小娃娃的照片 那我觉得她做得这么好 最近中秋节到了 那我常常很关心 很多得儿童癌症的小孩 我就前几天跟她下了单子 说我要三十个这样一个小动物 分给每一个儿童癌症病房的一个小孩子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很快乐 然后我也很开心做这件事 然后做这个蛋糕的人也加度地开心 也就是说她知道她做这个蛋糕 这个蛋糕 杯子蛋糕 会到一个儿童癌症的那个小孩身上 那跟她在店里头卖一个蛋糕 她在成品里头卖 那可能走过去的人根本不care 或者是买的人也没有那么在乎 然后吃的人也没有那么在乎 她知道当她送到儿童癌症病房 那个得到癌症的小孩 她看到这个东西 她的开心 所以当她做的时候 她会特别快乐 那我其实只是送她一个杯子蛋糕 可是我知道我给她的不只是一个蛋糕 这个就是分享这样 当然我这样不要做我的馒头 我不希望每个人都吃了我的馒头 这样 然后这个是她做的 完全是花的蛋糕 OK 这是我今年的生日礼物 isn't it wonderful OK 然后她拍的时候是这样 其实它是两层很漂亮 然后呢 这个杯子蛋糕就送来我的家 这只就是馒头 她完全不知道 那上面就是要以她为形状 要吃掉了的她 那旁边呢 这就是南产寺 他们都非常想要吃这个杯子蛋糕 我于是我们就拍了这么一张照片 这是我的契约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就是我的友谊 是我的东西跟他们是分享的 所以通常我吃完东西就分给他们两口 所以我家除非到了危急状态 没有一只瘦的狗 都跟主人一模一样 然后我的七月呢 我就碰到了第一个叫做机器人的东西 每个人都在跟我们说工业4.0已经来了 那什么叫工业4.0呢 它大概书籍上这么告诉你 机器人加云端 然后呢 它一天只要休息两分钟 Programmer重新地设定 但机器人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曾经在Foxcon 2010年的时候看过 它做iPhone的这样的一个机器手臂 可是真正最尖端的机器人长什么样子 在今天Voxcon 在韩国 在很多美国 MIT的Seasel里头是长什么样子 他们运到台湾来一台 因为我要跟Seasel里头 最著名的机器人之父 叫Rotney Brooks 两个人对谈 我说我没有办法谈这个问题 我拒绝这个题目 就完全是我是外行的 我从来没有这么恐慌的 因为我那时候连续两天要主持论坛 一个是谈一千年前的叶姻娘 一个是谈未来的机器人 所以我几乎今天跟明天 几乎陷入一个抓狂的状态 我真正紧张的是Rotney Brooks这个 非常紧张 然后我就阅读了很多 他在TES上面的演讲 我说我绝对没有办法 我不能够接受这个主持人 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非专业的东西 他说不 我们就是要一个不懂机械的人 来问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人类要共同进入的时代 我说那我总是要玩一下 知道机械人长什么样子 他们就带我去玩了一台秘密基地 里头的机器人 他就长这样 这个机器人呢 就是我七月的经验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 It will happen in every factory 在未来的工厂里头都会出现 他是一个有眼睛有表情的 如果你把他的手放到一个他要夹的位置 他就会记住 从此就会不断地重复相同的行为 可是呢 如果你放错了 他就会斜眼这样瞪你 你知道吧 他眼睛就会斜眼这样瞪你 然后你大概操作几次以后呢 他就可以不断不断地操作一整天 我那天就是跟他玩了 所以这是我人生的一个New experience 然后在我七月的时候呢 突然我有一个朋友 他买了一栋房子 他不想租房子了 他去买房子 但是他租的房子很大 他买的房子很小 他拥有一台演奏型的 贝森朵夫的钢琴 那我去他家玩的时候 就弹这个贝森朵夫的钢琴 就弹了月光曲 弹了一个The music 跟弹了一个贝多芬的 后来他就突然觉得 他既然要搬家 这个钢琴 一个就是放在仓库里会坏掉 一个就是当二手货卖掉 可是他看了二手货卖的价格 跟他买新的价格差别很大 而他买这台钢琴的时候 他说他是为了负厄风雅 因为他自己根本不会弹气 所以突然之间 我在今年的七月 当我正在焦虑我的机器人 跟我的这个念影娘的时候 有一个人告诉我说 我决定把我的贝森朵夫送给你 这样子 所以他来到了我家 那天我弹了一手蓝色多脑盒 站在我旁边的那一只狗 是我去年七月 我在六月二十八号的时候 我的原来的流浪狗死了 隔了一个礼拜 在我们的网路跳出一个东西 说有一只狗在基隆收容所 要被处死 有没有人要领养它 我们就写yes 因为我觉得我走了一个流浪狗 我应该再领养一只流浪狗 然后那只流浪狗 当时的状况糟糕透顶 它身上都是伤痕 然后我的朋友说 我们家里有五只小狗 OK 然后只有一只大狗 她说文切 因为原来它在流浪动物之家 被取名叫做古鸡 因为它根本没有名字 也没有晶片 那我就想说好吧 那我就像一般贵妇一样 称它叫Gucci好了 可是呢 我的朋友就说不行 我们家的大狗 因为上司死掉的狗 叫做肖邦 所以 因为它就是流浪狗 就是一个看到闪见 就很害怕很忧郁的狗 所以叫肖邦 它说我们家的大狗 都要叫音乐家的名字 那它的眼睛是蓝色的 所以我就取名叫做 Johann Strauss 史特劳斯这样子 那我就对着他弹 蓝色多脑河 他好认真地听哦 你看到了没有 这是我的七月 台风快来了之前 我不知道台风要来了 人生就是这样 我就觉得七月份了 天使花来了 那我就种了非常多的天使花 然后就很开心地 我自己种完花拍了照片 然后呢 我开心得不得了 居然有人从天上跳下来 给了我一张 所有的人都抢不到的 江会的演唱会的 第一场演唱会的票 所以我就一听了 江会的演唱会 你看全场这么多人 然后我都没有去挤 也没有去排队 也没有expectation 然后就有一个人打电话说 我要给你一张票 OK I'm so lucky OK 然后我就开始倒霉了 你看 我经历这么多好事情 然后我就跟 我跟侯孝贤谈话 那这是一个 我最不担心的一个对话 因为我跟侯孝贤 侯导师在我二十几岁 我就认识她 当时她刚刚三十四岁 拍了商业电影出了名 三十五岁 她就拍了儿子的大玩偶 然后我已经在广播中访问她 自个念一样 那我因为对她 充满了感情跟朋友 我想一切帮她的大忙 于是那是一场我们跟上海电视台合作的节目 我可以告诉你们真话 本来上海电视台指定的是百先勇 但是我想帮侯导的忙 因为我知道刺客电影量很需要大陆的票房 所以我就说我要侯孝贤 那他们当然就尊重我 就找了侯导来 可是呢因为是跟上海电视台合作 所以就要两个主持人 因为中国大陆的限于令 我不可以是唯一的主持人 一定要他们 那他们就派了一个 他们现在讲的叫小鲜肉 就是一个很年轻的男孩来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要以你为主 可是问了法令原因 所以这个小鲜肉就给你搭配 让你开心用的 可是小鲜肉来了 还是很想表现啊 对不对 他就拼命地要问很多问题 我就听到他问问问题 我就想说这还得了 这不是把侯导给毁掉了吗 因为侯导是讲话没遮没蓝的 他在大陆就骂张艺谋 骂这个人骂那个人 他都准备这些问题这样子啊 我想说我是来帮他卖票的 不要把我焊死了这样 所以呢 我为了控制那一场的演讲 我一方面在机器人隔一天的访谈很焦虑中 一方面又在这个小鲜肉给我的压力当中 我就第一次主持论坛的时候 写下run down 一是我问的问题 二是我问的问题 第四轮到你问 只有这个问题你可以问 再下一个问题 然后规定他可以问什么问题 所以我就必须照那个run down走 然后我在那个之前已经访问过侯孝贤 大概前一个礼拜广播 通常我会这样 比如说我们青年论坛 我们在这里对谈 那我大概要知道他的痛跟很多情况是什么 那我就跟侯孝贤在广播对谈 那他在广播面前就是畅谈如流 比如说我跟他说侯大 你好了不起 我从年轻的时候认识你 你根本没赚到他多少钱 你就可以去拍儿子带完 然后我就走入了艺术电影 你对钱那么不在乎 在电影界里头 真没看过 好了不起了 我就想这个鬼家伙 他就会说 那我 我就爱情了 他就是这种个性 OK 其实你们觉得他是猴岛 是神 但是他的个性里头 他跟我都是母羊座 那我们熟的关系 他讲话就是故意跟你唱反调 那一天呢 在广播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流畅 他讲话也很好 后来我才听台北市前任的文化局长告诉我说 他只要在全场很多人的场合里头 他讲话就会开始进入那个虚无缥缈的状态里面 所以我当天呢 一问他问题我就踢到铁板 因为第一个问题他就回答了27分钟 我那是电视转播现场 我快疯了 因为人家要进广告要破口这样 如果他不是 他是一个在棚内的摄影 我就会录三个钟头 再把它剪接成一两个小时 所以我就必须不断地打断他 但是那天就出现了几个情况 前面比较不流畅 后面就流畅 那流畅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进入大脆够的状况 因为我怕大家睡着了 比如说有一段 我就说我觉得 当然我的目的我想在现场的人都没有看过《刺客念阴阳》 因为要一个月后才上映 第二《刺客念阳》是一个很难懂的电影 你们可能是看过了 第三个他作为一个唐传奇的小说 不是那么popular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小说 第四个我看到很多访问他的人都已经大致问了一些相关的 如果没有去看过电影的人会问的问题 第五个我们下面是一个青年论坛 那我认为我非常喜欢这个片子 他可以拍得那么好 跟这个人 他从头到脚 他的人生已经看破非常多的名利 而且有一种道人出家人的那种感觉 也就是说他对很多事情都已经很了 他一点不在乎 他纯粹干净到一个程度 他才有办法拍这样一个如诗如画的影片 他在各种人性的斗争当中 选择了一个最温暖的结论 每个人都有他的朝代要维护 每个人都有他的个人的权利要维护 每个人都需要生存 每个人的尔虞我诈 其实都是因为他背后有他所谓的不得已 那怎么办呢 因为每个不得已合起来 就是我要杀你 你要杀我 我要暗算你 你要暗算我 念尔虞到最后选择了一个结论 这个刺客因为他在卫博这个地方长大 他对这里的人有感情 他不想让这里的人陷入灾难 他选择违抗他师父的命令 而他师父是个坏人吗 师父不 师父是唐朝出来的公主 他要维护安始之乱以后 不断叛变唐朝的这些 翻证截度士 所以呢他就觉得翻证截度士 所以呢他是为了保卫他的国家 他叫他的刺客徒弟去杀人 可是另外一个公主呢 是为了要保护他的朝代 他就去嫁给那些翻证截度士 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生存 每个人在那个乱世时代里头 但是合起来就是我杀你 你杀我对不对 我暗算你你暗算我 但是最终他抓出这个结论 那我觉得他可以把这个片子拍得这么好 跟他这个人是有关系的 因为那个解释是原来唐传奇里头没有的解释 甚至故事情节的更改 都跟他自己有关系 所以我就决定以呈现胡小贤这个人为主 但他是一个捣蛋鬼啊 我现在不是在骂他 我学给你们听 我就问他说 胡大啊 那我就要呈现出来他那种不在乎名利 他不像我今天穿这样 他穿了一个很烂的布鞋 乱七八糟的 背一个包包 戴一个帽子就来了 我说 诶 大导演啊 我们这也是电视转播啊 你也不要这样子 你就这样来了 我就是这样啊 我不要弄 我说 你最终的帽子拿下来 不然会压到你黑脸 他说好了这个可以妥协 他就拿下来就坐下来 那中间呢 比如说我想呈现出来 他对于名利根本就毫不在乎 因为我知道他是不看影评的 所以我们就做求给他 我就问他说 你在看城影展那一天 并不第一次放影的时候 全场都起立鼓掌 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很了解他 我当然知道他会 给大家一些启发 他不会迷失在掌声中的 他就说 我是说真的假的 文系我是有把握 武系我虽然很会打架 可是我大概没什么把握 我真的假的 他就是这种态度 他就讲台语 接着呢我就说 那第二天你们赶快翻影评 因为他早就说过 他是不看影评的人 所以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知道他的答案会是什么 会给下面那些 可能把名利看得很重的人 得到一些启发 这是我问题的理由 他就给我说 我看话不能看不我看啥 世上影评英文 法文 中文什么都有 但是他就说我看话不能看不我 我太知道我在看啥 我就立刻计划说 你不会得人家现场 而闹死你得奖的都听不懂吧 他说英文也没有那么差 然后接着我就说 得到看成影评 大道演讲 对你来讲 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鼓励 那没啥 我跟你说 我那个啥啥 鼓的去叫来 侯小贤就这样讲 接着我就说 叫来 你不会是跟趴车小弟借的吧 我连车都没有 我哪来的趴车小弟啊 这样啊 这就是我跟他的对话 大致讲 然后这一段话 就在网路上 被有一个叫无影无踪的神经病 贴成说 我绩效侯小贤 英文不好 然后接着 就被苹果及时新闻 立刻地发出去 而且苹果及时新闻的记者 是在现场的 然后他还自己加了一段话 说我嘲笑侯小贤英文不好 全场都傻眼 然后 后来我跟侯道俩去吃宵夜 还在街上讲话 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 苹果日报有记者来拍我们俩 本来可能想拍我们俩 在街上拿刀子 互相杀来杀去 这样的 我不知道他们在做文章 后来我们查出来 那个部落格 其实 他点阅的人也很少 他也不是真的什么音频人 那苹果及时新闻 就是抓了这段新闻 后来呢 他一抓 就非常多人点阅 不知道是侯小贤太讨人喜欢 还是我太讨人也 反正也分不清了 那第二天呢 就是所有的媒体都跟进 我就变成一个对他很没有礼貌的人 那侯小贤就中午起床 这写的必杀棒 就打电话给我 我说太宰 你昨天一直讲城隍庙 讲多了鬼跑出来了 这样子 他就一直坚持他要讲他的城隍庙 因为他家里是在城隍庙 到旁边 旁边有好几个不同的帮派 他是其中的一支 我就说 你可不可以讲短一点 他说不行 我一定要把城隍庙旁边的讲清楚 我说你城隍庙讲太多了 才会跑出鬼出来 活见鬼这样子 那 他就怕我伤心 他就打电话 后来就打了几次 打几次给我 其实我是在录影 然后他在广播间 他以为我很伤心 然后呢 他就发了一个声明 就是他对网友的反应很吃惊 他觉得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他也不觉得 我跟他根本就是老朋友 双方谈话很愉快 大概诸如此类 结果他讲完话以后 是中午的时候发了传真 正常你会不会觉得 没有新闻了嘛 对不对 而且 我们中天的人 当天晚上电视播出 那么难捡的东西 硬捡出两个钟头 马上晚上十二点到两点 现场播出之后 就接到记者的电话说 听说网络怎么办了 是有时间回答他 第一天早上大家就蒙着眼睛 只睡五六个小时 就到电视台里头去 想办法把它弄成一个网络 铺上YouTube 它变成了连结 铺上世界周报的Facebook 说请大家去看原来的东西 可是网友根本不愿意去看原来的东西 记者也来得看原来的东西 各电视媒体也来得看这个东西 后来侯小贤发了声明 这事情应该over了 对不对 可是TVBS照播 不打紧 《苹果日报》 他派了三个记者 到中广我要去做现场 他们就拿三台那个摄影机吧 都比那个摄影机小 就是那种很小的摄影机 所以是很cheap的摄影机 这边一个 那边一个 那感觉像手枪就对着你 第一个就很温柔地说 文献姐 你会觉得你很委屈 我心里想这个人是不是gay这样子 我心里想没有讲话 我就继续往上看 然后后面那个人就说 张大春跟 都说你非常没有礼貌 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他看那个电梯啊 快要下来 我快要走了 所以摄影大队越讲越大声 因为前面套话没套成嘛 对不对 第三段话就说 你会觉得你应该跟侯小贤道歉 这都是侯小贤发表声明之后 而且是我们把原来视频的真实内容 都破出来之后 第三个媒体就破那句话 我那时候心里想啊 这些人好可怜 三个人他们到底来做什么 他们那么年轻 在这样的媒体上班 发一个及时新闻 他的人生会不会太可悲了一点 所以我没有生气 但是我当然因为在这里头 已经是战场老手 所以我不会回答他问题 那我就踏进电梯 准备关门的时候 第一个听起来很温柔的声音 说文献姐你会不会很委屈 突然说一说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人啊 然后我就跟他说 I don't trust you I'm sorry 然后就关门 那经历这个事情以后 侯小贤就问我说 这事情没有了吧 我就跟他说没有了 他前面打电话给我 他怕我伤心 我后面没有告诉他 苹果日报的事 因为我怕他觉得难过 怕他觉得feel sorry 后来 他有再打电话给我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 我觉得我们的friendship 不需要受这些事情的影响 那许芳怡啊干什么的 每个人都觉得在现场 都觉得这事情太离谱 那我的朋友分成三种 第一种人呢 就觉得我可能很委屈 第二种觉得说 台湾的媒体在搞什么鬼 如果他们就看了真相的 第三种人呢 很特别 就是我们的出版社的 总编辑箱打电话来安慰我 他下面的编辑箱说算了吧 他呈现经过那么多战场 他不在乎这个事 事实的状况是 当天晚上我就回到家里头很累 我就开始紧张 我第二天的机器人访问 因为我根本没想到 会有这种神经病事情 因为它跟事实不符合 差别太大 那我忘了把手机关了 结果联合报的记者 在一点都把我吵醒 我一看到一个看不懂的电话 我就不理他 接着就发了一个简讯 我就看到了 我一气之下 反正我本来就都吃安眠药水 我就睡了 睡到清晨五点钟 我就被气醒了 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 当我还被这件事情影响的时候 表示我自己的修炼不够 You know what have happened 当然了 我觉得也是好事 就是我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 我不知道台湾的即时新闻 是可以造谣到这个程度 请大家不要再看网络里头的即时新闻 好吗 然后呢 那天侯小贤很奇怪 你知道我们有多老实吗 我们这些人看起来像老头子 全部都被骗 通常我们演讲完结束就走了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不是刚上台 是演讲结束后 然后侯小贤原来她就知道台湾的状况 所以她不轻易接受采访 她只接受我的电视采访 还有另外一家广播 她大概都上我的节目 简单说就是如此 所以各家媒体都要求开放说她们可不可以进场 我们傻到就让这些媒体进场 然后进场之后还让她来对我们造谣这样 然后结果我们都要走的时候 那位媒体说 我们可不可以拍一张合照啊 可不可以拍一张合照 我说你们自己拍就好了 我要走了 后来她说你不要这样 你做这行的 你做这行的 他就跟许方宇 我本来叫她跟许方宇自己拍就好 结果我们就四个人和拍一张照片 所以为什么她拉着我的手 是因为我本来要走掉 后来她就把我拉回来 就拍了这么一张照片这样 然后呢我就一脸不情愿的 因为我非常讨厌被拍照这样 好吧 就拍完了 然后我就走了 就这样下台 那这张照片就变成 我们关系很不好的一张照片 好吧 这样看起来关系很不好吗 他们都觉得我相信很不开心的 OK 好了 隔一天我的朋友 她的女儿在Bixxer结婚 她本来邀请我去参加 但是因为我要访问后 她就是我不能够去 那她的Bixxer就告诉我 你要开心 你要开心 你跟着share our glory don't care about them 很漂亮的婚礼 好漂亮 对不对 OK 友谊有多重要 你看到没有 August 进入八月了 OK 然后呢 我们的记者 就到东京的鸟屋书店去 这已经被列为全世界做的最好的书店之一 然后就不断地传照片给我 她希望我开心起来 就帮我订了这个面包机 可是到现在还没到 我要跟她算账 昨天整理的时候才发现 鸟屋书店真的很漂亮 在东京 里头好美 她把生活跟各种结合在一起 还有家庭用具 好了 然后我就去访问这个机器人之父 结果我最紧张的对谈 当天她高兴得不得了 因为她从来没有碰过 也跟她对谈的人做了那么多准备 她很高兴 OK 然后她觉得 她很被inspiring这样 比如说 她说人人都是机器人 那我就问她说 那里有认识Hawkins是人还是机器 还好那天没有苹果即使西文来这样 否则她就会访问 她就说我对Hawkins很无礼 我跟她谈话的时候 她就觉得说某个程度 她就是她讲的 她即使人也是机器 那我跟她说 她认为Companiers是陪伴型的机器 就是日本现在发展的Pepper这种机器人 是最不容易成功的 我说好 那我问你 一个机器的狗 它不会大便 不会小便 它不会吵你 可是它会跟你讲话 它会跟你撒娇 它也不需要你喂它吃饭 跟一只真正的狗 它会死掉 比你早死 你要哪一个 她说我当然要狗 我问了它一些问题 那它也很仔细 那我也开放在场很多学生 因为下面都非常多的科技大学 跟台大天机系 材料工程系的很多学生 他们现在的学校的科系 不是用云端跟机器人的工业4.0来分科的 所以学材料工程人都想要知道说 那我在工业4.0里头 我该怎么办 所以就问了她很多问题 那这个是我跟她的对谈 结果那天对谈愉快结束 所以你以为你最有把握的事情 你就在莫名其妙里头碰到了火箭轨 你以为你最紧张的事情 它就顺畅地过去了 That's life OK 然后隔一那个礼拜呢 就有人说 文贤 你不要伤心 我帮你办一个party 所以人一定会因祸得福 那我的朋友Dudua Jip Tu 他其实一切都还来不及 只为了这件事情呢 他觉得要办一个big party 来让我开心 我就走到他家 然后那是一个看淡水的夜景 你看 这么漂亮 See? How beautiful 然后还弄了一个好漂亮的蛋糕干什么的 我希望以后大家多来恭喜我一点 可以多得到一点同情 然后真正重要的是 有一天我最爱的狗之一叫成吉思汉 他吃完饭以后突然 呃 割刀了 我们以为他快死了 我这位美女的助理呢 最最爱他 就一路一直给他喷氧气喷氧气 喷到都一开始哭出来了 然后后来 他到了山下 快要到山下之前 突然喘一口气 他的舌头才从紧闭的 黑色的 就是几乎稚气的状况 所以说吐出来是红的就活了 什么事是重要 爱你的人才是重要 这社会上所有其他那些事情 真的重要吗 It doesn't matter 他活过来 然后我的荷花也开了 我赶快拍下了荷花的照片 平常开荷花我可都没有那么珍惜 那个时候很珍惜 好漂亮 因为我知道台风快来 你看他把所有台风钱 记录灾难前所有的花 Because it would disappear 它会消失 然后馒头 他今天做了一件事 他把人家给我吃的水煮袋放在桌上 他把他一口气吃光了 活歹 接着 青年论坛下一场 台湾好 看见台湾好 林怀铭唱一课文唱 每个人说台湾那么可怕 对你那么坏 你为什么觉得台湾还好 我说对不起 他们只是台湾半夜的火箭鬼 台湾还是有很多好人 Trust OK 信赖 不要因为你受伤了 不信赖这个世界 然后我就来了台中 就碰到了一个可爱的朋友 叫林佳琪 他就带我去一条巷子 叫绿光计划 然后这里有一个可爱的爸爸跟妈妈 他们在那里开一个小店 然后因为我常常去法国 我喜欢巴黎去逛他们的跳蚤市场 法国人他只要看到黄皮肤的人 都把我当成中国的土豪在骗 那我就把他再放回去 然后就一直要杀价搞过来搞过去 其实东西没有那么好买 但是他们把东西都买回来 他们显然是有很多人 是在巴黎当地的行家 然后把他们带回来 然后给女儿的一百件股东 说说你不觉得很温暖吗 他的女儿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女孩 他一个很老的钢琴 然后呢 我可能受到了刺激 一口气买下了 你现在看到了所有的帽子 I need a beautiful head 我不需要那种假的帽子 OK 就是这个帽子 这四个我全部都买了 我看到一个很漂亮的设计灯 如果不是带回台北不方便 我当天会买它买下来 希望下次有机会去买 然后他放了很多首饰 都decorate得很漂亮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拍下他的照片 把它放在文献世界周报的Facebook上 这几年从金融海啸之后 我们就经常碰到这种台湾的文创青年 我们就世界周报给他报导 梦想驿站给他报导 或是我们的Facebook给他报导 然后呢 有些人我们报导完以后 广播再报导 像台中的那个竹山那里的河培军 现在已经听说 你们台中有个建案叫天空的院子 然后 可是我们世界周报是第一个报导他的人 他现在人山人海 常常变成年轻人创业的楷模 然后我把我家所有不要的书 都扔到他的民宿里头去 不要的CD也是如此 你就很开心看到 你根本不经意做的某些事情 你可以帮助到别人 所以人年轻的好处就是 可以冒险 可以创业 可以做最好的事 人老的好处就是可以帮助别人 因为我们不再有创意 不再有你们的本事 好吗 但我有本事买这么多帽子 你们还没有 OK 好了 我去了一个最可爱的女人的家 她给我吃到了 我外婆走了以后 我们有吃过的食物叫做麻衣 这是我们台中人 我外婆每一年夏天会做给我吃的 那我妈妈不是一个很喜欢做菜 也不会做这个菜 那我外婆对我来说是我真正的妈妈 我从七个月跟她长到17岁 然后她几乎她人生的所有的事情 只有一件事 就是照顾你 当有一个人拿那么多爱给你的时候 你突然失去了 你的人生终于明了的某些事 可是那个长大的代价 跟过程非常的痛苦 那我对外婆最主要的怀念之一 就是麻衣 然后在一个最美丽的女人家 她在我现场家吃到了麻衣 她可能不知道她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非常谢谢她 然后她们又带我来看亚洲大学的美术馆 这是一个愤青 愤怒的奈良美制 因为日本人经济停滞已经20年 所以日本这一代的年轻人 他们后来的所有世代的愤怒 其实早于全世界将近20年左右 现在有很多人说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 跟那个年代80 90年的日本 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你会看到世界开始转变 另外你看到了在亚洲大学美术馆 非常棒的创作 这个人我认为她将来 你们去安藤的美术馆看 一个好的创作者 往往不是你画最好的油画 就是你的创作的媒材 是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像蔡国强为什么那么红 因为在她之前没有人想过 什么用爆破还可以画画的 结果她用爆破 所以一下子就红了 她那时候其实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的时候 是1992年的时候 在威尼斯双年展 那是我第一次碰到蔡国强 台湾没有什么人知道她 那她就把马可波罗 当时到中国的船 一比一的比例做成 然后就在那边放烟火 所有的人觉得真是amazing 所有全场威尼斯的艺术家 全部都被她打败 蔡国强当时就注定 现在就是这一位 你刚开始看它是一个雕像 事实上它是一个纸雕 就在你们旁边 然后有一天从这里 我就去日月潭度假 这里比西湖还美 然后我发现那天叫做情人节 然后拍了一张这个照片 OK 你不觉得一个人快要60岁长这样还不错吗 请给一点掌声 有人就叫我说 哎 来我们都拜玩 就给我寄了一张照片 所以你拥有各种朋友 从各地传来疯狂的旅游 你自己跟着梦游也不错 都拜 它这个疯狂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了 它搞直立市强 直立市强 直立市强从法国开始 后来台湾也跟进 台湾第一个跟进最了不起的城市 就是台中市 那时候台中市市政府 为了要所有的建设 你都不要变成对邻居的干扰 你的绿色围离 结果变成有工具的地方 鸟语花香 没有工具的地方 还没有鸟这样子 后来呢 大家发现台中市怎么做这么好 高雄市想要跟进 陈局来偷偷问我说 文贤 你跟胡志强很熟 他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会改变那么多 我说他通过了一个市议会的自治条例 然后会提所有的工具 必须提拨多少的比例出来 做绿色围离 他们就立刻通过 台北也立刻通过 所以台中是台湾第一 可是现在杜拜已经变成这样 我台中加油 接着就是我下一场的青年论坛 上一场是胡小贤 很多人说 你这样子被打击 你会不会声望受挫 我说我希望我体重下降 OK 结果 两者目的都没有达到 来宾 柯文昌跟林怀明 来谈 为什么故乡 是我们永远不会遗忘的地方 我会回来亚洲大学 因为我是一个台中长大的小孩 这里是我永远怀念的故乡 OK People are talking 到底这些事情对你的伤害是什么 当然 他们讲得没错了 我身经百战 然后呢 在那个时刻 我知道这种事情 因为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鬼扯蛋 反正他们网军天天都要攻击各种不同的人 那即使新闻为什么需要去抓一个 其实在网络没有什么人注意的部落格 然后他在现场 他故意要制造这个负面新闻 我不是精神科医生 我没有兴趣去讨论 但是他给了我一个帮助 因为我在苹果日报写了专栏 自由时报写 所以我停止了五年的专栏 我写了15年 从苹果创刊的第一天到现在 那写的很大的原因是 我对他们的创办人力之一 他对言论自由的某些坚持的故事有关系 他在当时找了我跟赵尔康写专栏 因为他觉得他们的专栏里头 某些人的政治立场很偏颇 他也没办法 还有他们的编辑部都是太属于某一个政党 后来我答应了以后他告诉我一件事 他跟我说有一个中国民运出身的人 跟当时国安会的父母长去他嫁 然后那个时候的总统就派了他们两个做envoy 就使者 跟他说你如果把这两个人的专栏停了 我可以把台式考虑卖给你 他把这两个人轰到大街上 尤其是那位民运出身的人 他说我当时资助你给你钱帮助你 是因为你反中国共产党 你怎么来这里变成了某某人的 走狗 那他不经心告诉我这件事情 是我无论大家对苹果日报的评价是什么 我写了整整15年 因为我知道这个在一个暴人 也是伤人的立场里头是很不容易的 可是这一次的事情呢 我就会觉得说不定就是缘分到了 那我就停了 停了从此 我就有更多的礼拜五的时间 不要老是写稿 然后可以好好地陪我的小孩 然后大家就讨论说这个事情的影响是什么呢 这一次刚好我们谈南北韩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讨论中国的经济危机 跟日本相关的新安保法的修正 结果我们的收视率 在那个礼拜几乎都排在前十名 又创下了这一年来 文钱世界主报收视率的新高 所以不要觉得你受到什么伤害 It's just something 见了鬼 OK 然后我在 这个是我的书房 我在我的书房写作 有一天我看到烟雨萌萌 很漂亮 拍下来 然后结果一高兴没多久 他们就告诉我说 我的狗吐了 我们就想不得了 因为它是已经十五岁的狗去年差点死掉 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有一个人急着出去开车 他怕没坐到车涂 但是没告诉我们事情 我们就把他送到医院去继续量血压 She's very happy 然后很健康地回来 这样子 所以人生什么事情对你是重要的 接着我去受药到南京大学 就离开我的家 离开我的狗 好舍不得 可是很早就答应去南京大学开学的时候 担任他们的演讲贵宾 然后我就意外搭上了 人生太多美丽的意外 跟某些其实特殊的意外 讲成 然后美丽的意外呢 我就搭乘上了 我们往南京Evergreen 唯一的一班飞机 是下午五点多起飞的 然后那时候就刚好开放 你可以使用手机 我就发现 我以前最遗憾的事情 就是我身体有一种蛮严重的疾病 那我就不说了 所以我不能去非洲 我不能打瘧疾症 打完了我就要去住院 我大概绝不可能去南极北极 这是我人生很大的遗憾 结果一上去就发现 哇 我告诉你 因为iPhone手机真的拍不出那个样子 那个云层之美 有的地方像冰川 有的地方就是云海 有的地方你觉得像南极 有的地方你觉得像好黄山上 反正你就觉得你像做梦一样 我给你们看几张照片好不好 这个是 你看到 多漂亮 它看起来夕阳在左边 这个地方 然后它有时候看起来 好像有一点像海 是不是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已经到黑了 你感觉它是另外一个国家 在召唤你 海市蜃楼 接着我就在南京接受了一个 听说他们当地 整个中国大陆最有名的一个 跟书籍有关的一个文化人的专访 然后我去了 被全世界列为第四个最美丽的书店 叫新丰书店在南京 就是这个样子 很漂亮 我在里头演讲 然后 这是我在南京大学的演讲 用了一句话 目光放远一点 你就不伤心 包括你们的人生 包括你们的现在 所有的人都一样 目光放远一点 你就不伤心了 我经常把目光放到我 躺在棺材那一天 我妈妈说 文倩 你不要太累 今天我妈妈 我弟弟回来 从美国回来 我妈妈去电话旁边鬼叫鬼叫鬼叫 你叫他要经常闭目养神 我弟弟跟他说 你不用讲了 他除非躺在棺材里 他不会闭目养神的 看眼光放远一点 你就不伤心了 然后呢 那一天我在南京大学演讲的时候 很多人在讨论中国人 年轻人的问题 啦 经济摔跌问题 柯里的照片 有人比他更伤心吗 这个姿势像天使亲吻大地 这个姿势像先知导引他 他是在地中海上淹水而死 他的弟弟没有人找到 在海边 所以后来捞起来 妈妈也是 就刚好他 就飘到了海滩旁边 录影带里头 你会看到那海滩不断地飘流 飘过来飘过去 四下无人说话 这个时候沉默 比声音更有力量 那是一种无语的呐喊 请不要让我的族人跟我一样 从那一天到现在 世上访问柯文昌那一天 他不断地谈到 他的妈妈受多少苦 他这辈子都在微笑 这给了他最好的人生观 我就常常因为受到他的影响 就老是微笑地起床 微笑地睡觉 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发源做一件事 各位同学们 我们是不是活得很幸福 比起这些人 很多人给他画了各种的图画 这是台湾 我在离开之前 没有觉得台湾特别好 回来的时候 飞机敌了两个钟头 我们快要十二点多才到半夜 我拍了一张照片 我们是不是活得很幸福 Ask yourself 然后刚好碰到文昌世界周报 十周年 一晃眼 十年 可以老去一个女子的芳华 可以养成所有这些人 世界周报开播的时候 你们才八岁 上小学 他们帮我拍了一张照片 好感谢 不知道怎么 太没修图 这HD太厉害了 你看看起来好年轻啊 对不对 我就跟我们的团队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他们送了蛋糕 当然蛋糕都是他们吃的 那这就是在德国 他们欢迎难民的样子 我今天没有给大家看 各地怎么样打难民的照片 我看到德国 德国的人怎么写 Welcome他们 难民拿起Maker的照片 然后举起 最后经过那么久的逃亡 那么多的痛苦 抵达了一个至少有水 没有战火的地方 他们自己拍了一张照片给自己 人生多么不容易 这是难民船逃难的样子 在利比亚的海边 所有的人刚开始出发时候的痛苦 这是仍然在叙利亚跟土耳其边境的难民里面 这是在路中行走的路人 这是地中海船难上头 在船上的难民 这是难民掉到海中 大家在捞他们的状况 我在这里听也讲一下 为什么德国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很多人担心 这些难民里头有ISIS的成员 第一 第二 很多人认为他们一旦进来 可能会给这个社会将来的宗教文化 带来更多的冲击 Muslim 已经在很多国家 欧洲国家里头都出现过问题 像法国 他欢迎了阿尔巴尼亚的移民 阿尔巴尼亚移民的 因为他曾经是那里的殖民地 殖民国 结果那些难民移民到了法国之后 就成了当地的无业者 所以他们觉得变成是对这个国家 很大的宗教跟文化的冲击 在天主教的某些国家 特别是东欧的国家 匈牙 利 我已经把这个国家拟加起来 像我是法治十年之内 我就不去那里花钱旅游 这样子 跟他拒绝往来户 匈牙利 波兰 捷克 斯洛法克 他就全部拒绝这些难民 而且沿路警察不断地打 昨天还出现一个记者 像你们都看到伸出腿来 也抱着孩子的老人 摔了一大脚 然后不断地让他们 在过程中还踢踹他们 德国为什么跟其他国家不同 第一 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是最有名的排外跟屠杀的国家 每刻要完全改变德国所代表的历史遗憾 第二 这个远见你可以有吗 其实在欧洲 每个国家的穆斯林的比例都很高了 德国的汉堡是最多穆斯林移民的城市 在当时賓拉登轰炸911的时刻 美国的时候 非常多的工程师都是从汉堡过去的 你没有能力把这些穆斯林 从你的国家里头赶出去 因为他们是合法的公务 你再仔细地理性地思考 英国发生伦敦地下铁的爆炸事件 是谁炸的 阿富汗 伊拉克 比拉登的人都是 是巴基斯坦在英国的第二代的合法移民 就是他们已经移民来这里第二代 在英国完全土生土长 然后是英国的医生执照的人 所以对梅克尔跟他的反对党 他们共同组成了叫大联合政府 当时是为了面对欧债危机 所以执政党跟最大的党合起来叫大联合政府 本来是要处理欧债危机 结果处理难民危机的时候 两党没有人为了政党利益 在这个时刻故意去扯梅克尔后退 去发动国外的排外主义 一个伟大的国家 一定有它的伟大的执政党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反对党 伟大的公民 他们想的就是说 我国内有10%的穆斯林 我今天如果拒绝这些难民 我让他们在那里被埃斯斯杀死 在这里死在地中海中 来这里被打成这样 你是不是就加深这10%的人对我的恨 这10%里头 只要有1000人里头 有一个 他每天加入埃斯斯他给你闹 你这国家就不得安宁 所以化解这个问题最长久的方法 不是相信埃斯斯宣传说 这些难民里头有4000个人是我的成员 而是 我以最大的包容和爱 来欢迎这群人 让所有在德国的穆斯林感动 让全世界的穆斯林知道说 西方不是一个永远压迫他们 掠夺他们 杀害他们的强权 过去西方是 18世纪如此 19世纪如此 20世纪上半世纪都是如此 甚至一直到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 西方都扮演了不可原谅的角色 包括利比亚战争 所以梅克尔的角度是 这些战争在近几年的我都没有介入 我也不是这几个国家的殖民地 阿富汗的殖民地叫做英国 伊拉克的殖民地叫做英国 叙利亚的殖民地叫做法国 利比亚的殖民地叫做英国 这几个国家这几天都躲起来 英国人做什么事 Kamberon说 他在各种抗争上说 我愿意收容2万难民 可是到我门口来的这些我统统不接受 我只要到叙利亚跟土耳其边界里头去接受 对不起 我们搞政治人他知道他在玩什么 他最后连2000个人都不会收 为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用这种方法逃到我这里的人 我不接受 我只到难民营那里去找 也就是说我要慢慢审核 我要看看你的背景是什么 我要搞清楚你是不是ISIS的成员呢 事实上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美国和英国都参加 他们骗了当地很多人 你只要愿意加入我的部队 加入我的船路员 或者做我的祥岛 你们只要连续一年 就可以取得英国跟美国的居留权 取得难民庇护 这是美国正式 英国正式给当地人的承诺 当地人相信了 而且美国的国会没有阻挡 两党立刻一直通过 英国国会没有阻挡 立刻通过 结果呢 美国到现在为止 通过的人不到1000个人 比他们遣返的墨西哥的 非法医疑人数还要少 英国也不认账 他们说连帮那个首相Cameron 做翻译的那个人 最后都被英国政府拒绝 美国怎么整人家 你申请先经过大使馆 大使馆再经过国务院 国务院经过国土安全部 就给你拖拖拖拖很久 而他们在当地的现况是什么 他们在当地的现况是 塔利班来追杀你 因为你是美国的间谍 你替英国人做事 对不对 所以他根本活不下去了 所以在2011年跟2014年 分别从伊拉克跟阿富汗撤军之后 所有曾经效忠英国跟美国军队的当地人 都受到了追杀 追杀的结果有的人逃了 因为只要逃他自己 结果他们抓不到他 就连他哥哥妈妈都全杀了 所以他们就一直逃 所以在2014年 全世界第一名的难民叫做阿富汗 美国人 英国人就假装没看见 美国人现在希望世界上忘记 有一个国家叫做美国 他们很感谢大西洋 使得这些难民怎么样也不可能做橡皮艇 投入到美国去 可是为什么梅克尔跟他们不一样 因为梅克尔有一个事业 他认为回教徒 穆斯林 他们并不是坏人 他们所有这么强烈的仇恨主义 是从十字军东征 他认真的面对的是 从十字军东征开始 一路长期 西方基督教文明对他们的迫害 他觉得德国要面对这一点 我既然有这么多穆斯林人口 我表现最大的包容 这才是解决恐怖主义最根本的方法 这个叫做远见 这个叫做自由 这个叫做思想 所以ISIS说 我有四千个人 混到你们奈明朝去了 德国不为所动 德国在这一刻成为全世界所有的人 几乎共同同意最伟大的国家 那我从那一刻开始 一直专注这个新闻 大概从今年的三月 Euronews呢 已经全部通通都是奈明朝的新闻 到前天我在看CNN 关于这个新闻 一小时里头只有两分钟 然后世界周报 是从今年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一直做着做 做到一整个小时 做到我们的收视率太高了 所以台湾的电视台 就开始跟进奈明朝这样 那我很高兴 因为我希望引起是大家的注意 那我为什么要特别放下来 在这里停下来跟各位说 它使我觉得我人生是有意义的 我仍有价值 虽然我已经快六十岁 我就立刻发愿 本来人们邀请我十月十五号到罗马去 给非常好的条件 住酒庄 住castle 什么 我说我刚刚从MIT 哈佛 马上要去采访 我要去MIT采访 采访哈佛 我刚回来台湾太累 我没办法去 所以我就cancel这个trip 但是我一看到这个新闻 我就说我十月二十号出发 我要去比利时的红十字会 然后从那个地方 开始跟着他们的难民 所有的救助工作一起走 一起采访 敌人说会不会累 我说不会 他给你力量 这些人的痛苦 这些人的所有的苦难 他给你力量让你知道说 当你付出的时候 当你有理想的时候 你是一个有力量的人 我人老了 但是我的使命感没有老 它是我感觉我仍然年轻 所以我就在世界周报上面贴出来 一个Facebook上 贴出来说 如果我可以在欧洲 找到一个可靠的机构 是可以认养这些小孩 难民的儿童 以及直接捐款的对象的话 你们有多少人愿意参加 结果到今天为止 有将近三十多万人点阅 有几万个人按赞 很多人都写愿意愿意 我希望我们亚洲大学的学生们 你们未来如果有能力地参与这个计划 在金钱部分 即使你们有足够的金钱的能力 你画画图给他们也可以 你做任何事情给他们都可以 鼓励他们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不承认我们台湾 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 世界有一个温暖的地方在亚洲 他的名字叫做台湾 你们愿意吗 我的下一张就是 我平常很疼爱的狗 我就告诉他说 妈妈要出门 你们最近要自爱一点不要生病 这叫史特朗斯 这是他回报给我的答案 他把我床上的玩具咬成这样斩首 后来我想也好 因为我们家都是五只小狗 他斩首都是玩具 不是我们家的小狗 感谢他 然后馒头伸了一个懒腰 跟我说 妈妈 起程吧 我们很骄傲 你是我们的母亲 最后 哈哈 谁来赶快帮我 谁来赶快帮我 好 来 我最后很快的结语 所以我也给自己列了一个 我的快乐清单 当我分享完我的七月和八月 第一个 友谊与狗 这是一笔旧路没有发现 我加了一个友谊与狗 第二 理想与付出 一个人当你有理想的时候 你不会畏惧死亡 每个人都跟我说 你这样很危险啊 我说我们必要是要去土耳其 跟叙利亚的边界 因为我要让大家看到在十月 我是十月底快去 到十一月份的时候 那里就下大学 你会看到难民在大学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状况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物资 第三个 你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这个倒不是跟我有关 我曾经写过这么一篇文章 各位 当我们在这个社会 每个人都处在网络的时代 被各种不同的讯息 被各种不同的概念 都包围 你一旦不一样的意见 就会被霸凌了 连克文哲说 他老婆都被霸凌 在这个时刻 你若要做自己 你要有自由 你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这是有一本书 书名就叫被讨厌的勇气 它告诉你说 你如果没有被讨厌的勇气 你就不是一个自由的人 因为你可以在没有压力下 做正确的判断和思考 接着书籍跟音乐 你阅读很多的书 听刚才那么好听的音乐 我突然觉得 你们这些很棒的乐家 有没有跟我去比利时 给那些难民们一些音乐呢 你在笑 你愿意吗 Great 给他掌声好吗 你有没有想象他吹喇叭的样子 他如果是吹给那些难民的人 跟小孩 他的感觉是什么 会不会觉得那时候你的付出 你作为一个音乐家 比你变成得什么大奖还棒 对不对 是不是如此 看 关怀世界上受苦的人 你觉得你的存在是有价值 你也会欺负你现在所拥有的 你的欲望不会无限增加旅行 我觉得是的 有时候你要脱离一些你现在的处境 像我去了一趟南京 然后再回来 看到了美丽的云海 再看到台湾的时候 哇 好美哦 然后美的事物 你要多看艺术 圆艺和花 甜点 与承认肥胖 可是有些事情就忘了 理解死亡 我的外公在我这个年龄已经走了 我的外婆只活到65岁 我从小跟她们一起长大 我从56岁开始 每一天都是多出来的 我现在已经好像57岁了吧 我没算了 不算了 反正我已经超过我外公死亡的日子 所以我每一天每一年都是多出来的 如果还可以做什么事情 表示我活着是有价值的 理解死亡一定会到零 所以会珍惜 你仍然活着可以做事的年龄 我知道再十年我可能跑不动 所以我现在一定要去NAMI 再过来日记 你先写日记 写作 这是我的工作 或者你们至少可以拍下快乐的记忆 像我一样 现在的智慧型手机 不是变成把你眼睛弄瞎的灾难 而是经常有什么事会回顾 原来我经历了这么多 我人生没有白火 祝所有的人 有一个预约的人生 谢谢 好 感谢大家 虽然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但是我们还是不忍心来做结束 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是Q&A 文献小妹大的粉丝 她说她要问一个问题 洪世超先生 好不好 你先来问我一个问题 来 我们鼓掌一下 来 他今天不会问 他今天不会问 因为我上次在这里演讲的时候 我提到了男人的问题 他起来挑战了我 我今天对男人都没有批评 所以他不会问问题 对不对 那么我想在校生 尤其是我们大一的新生 听了这一场演讲之后 应该心里有很多的一个感受 跟感触 那是不是在校生能够 好了 现在可以提问 我们时间有限 来 这边有一个 我们这个 大一新生吗 美白 显收出你的戏北 哇 你好帅 你就很像达赖喇嘛 喂 哈囉 你好 我是上一系的一年级新生 然后 然后我想要请问就是 因为刚刚看那个 陈文贤小姐那个 对于园艺 这一部分就是很有兴趣 然后我想要就是 你在你家的摆设 就是在你的家中 你除了你的庭院之外 有什么哪一个地方 是让你最觉得 可以感到放松或是开心的地方 就是除了庭院之外 还有什么地方是你觉得 家中会让你感到放松 以及愉快的地方 噢 当我在听音乐的时候 所以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刻 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音乐 第二个 我会到晚上回来的时候 因为我不想打扰已经在睡觉的人 所以我就会到顶楼去 然后就去看星星 看月亮 然后看远远的山 跟看远远的海 然后躺在那里 因为我住郊外嘛 然后呢 旁边也有花 我就会固定地交到那里的花 然后剪一些职业 然后在那地方做一个简单的运动 然后对着星星讲话 然后有时候我就发现我搞错了 因为那是一个飞机这样子 OK 因为你星星有时候在 看飞机很容易搞混 也就是我们的老花眼 然后就看一亮的对它讲话 然后我在想我要朗诵一首诗 就发现它在动 噢 表错情了 所以I think music is so important 它可以instinctly 立即改变你 永远不要放弃音乐 这个最美好的东西 花也一样 享受所有的日子 然后一定懂得付出 好不好 祝福你的清晨 谢谢 好 陈教授也说再一个问题 对啊 你们可以问问题 你们做得那么辛苦 好累喔 他好厉害啊 可以盘坐那么久 你打坐过吧 还有谁要问问题 都没有人要问问题 来 这边有一位 这边戴眼镜的同学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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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刚才有说到 那个 人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然后 他才拥有真正的自由 那如果 他 有了自由 但是他做的事情 真的都被别人讨厌 那他这样真的拥有幸福吗 如果你觉得 我跟你讲 索克拉迪死的时候 大家都很讨厌他 那 他还是不肯投降 喝下了酒 我觉得那一刻他 不会觉得他自己不幸福 比如说 胡适 胡适在29岁的时候 因为他是五四运动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他就一戏之间在中国成名 叫做青年导师 但隔一年他就发现 他所引导的五四运动 有些变直了 有些人就变成左派 共产党 闹学潮 然后呢 他就觉得 学生就变成 跟着群众盲目 没有思考的能力 接着他就发现 在街头上 曾经觉得他可以 对抗北洋军阀 跟日本人那些碾人 再也没有办法 回到学校里头 好好认真学习 所以他开始对五四运动 有正面的评价 可是也提醒学生 如果没有必要 不要参加学生运动 到1935年的时候 刘少奇的地下党搞了一个学潮 他就是造谣 说当时的国民政府要把华北 全部都割让给日本 于是开始罢课 那是因为胡适已经很清楚知道说 这完全是一个造谣的运动 所以他想办法阻止 就还来上课的时候 只剩一个学生 他还是跟那个学生讲完话 然后他收到了死亡威胁性 他很长时间在中国大陆的名声 就是一个老而不死的过气家伙 后来他就因为这个原因 他也离开了中国大陆 他还好离开了 因为那时候相信共产党的人 像老舍 他在1966年的时候被红卫兵斗 有一天他坐在湖边就投虎自尽 所以人曾经被讨厌过 所以就赶快离开那个鬼政权 就跑掉了 所以他就活命在台湾活了很久 今天北大称他叫自由主义的导师 北大的人 以及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 最真正的人 名字叫做胡适 不要用当下来评价自己 另外呢 什么叫做幸福 一个人可以克服很多多数人的意见 我觉得他很幸福 像胡适行好了 你们今天都很崇拜他 十年前很多人都说他的电影根本不能看 他的票房也很不好 也没有得奖啊 然后他也没赚到什么钱啊 那有一段时间很风光的是李安 很多人都忘记了他 他在做什么 他就认为台湾的电影一定要有很好的电影节 他跟釜山导演 釜山的电影影展的主席很熟 就看到釜山从零开始一直做起来 快要变成亚洲的堪称影展 他就很紧张 于是他就自己去当台北电影展的主席 再去当金马奖的主席 然后把所有的团队都建立以后 他才去派《刺客宁荣》 整个八年就没有了 那某个程度来说 他也忍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寂寞 然后现在他的骗子 因为他是我们台湾人嘛 在大陆可没有像台湾那么受欢迎 大陆的人现在说 如果你想睡觉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看《刺客宁荣》 你会让你睡着 所以他也被很多人骂 他就说他是个烂骗子 然后再加上台湾有一家报纸 曾经在书齐到底是什么国籍上写了一些文章 然后他说这个事情又传到了大陆去 所以他们就说书齐是台独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就是那整个情况里头呢 非常多人就说 我觉得胡孝贤他可以活着也是一种态度 其实很多人啊 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人叫做真正被讨厌的人 你去牢里头去看那些人 你知道像那些奈米们 他们到了那个希腊 希腊人说跟我供回去 他好不容易度过那个地中海 有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小孩子 他的孩子只有两个月 婴儿 好不容易度过地中海 他不像Alan Curtis死掉了 他说我的小孩发烧 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药给我水 我的孩子发烧 他得到的答案是你给我滚回去 我看他那烦死了 然后他的孩子度过了地中海 过一天在他的怀里头就断气 所以我们会考虑 我们是不是受人喜欢 是不是受人讨厌 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中 还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好不好 所以你一定是很幸福的 你才会讨论这个问题 把你的手机 download所有叙利亚这些男人 do something 我真的很想 我不知道 我现在的脑梦想越来越大 我希望可以组一个大团 这不只是我们去采访 是不是我们做documentary 带音乐家去那里 然后去给他们东西 我不知道 我总觉得说 我们不只是给对方 其实是给自己很多东西 但我们再回来我们这个社会里头 你不用担心 后面有一个ISIS冲进来杀你啊 你信不信服 你信不信服 讨厌有没刀 我告诉你 人们会讨厌你啊 三分之一是 嫉妒你 因为 没有地位的人 是没有人讨厌他 对吧 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是 就是与众不同而已 那你不想跟他一样 三分之一才可能是 你真的做错事情了 所以人们不喜欢你这个人 所以你只要问我 没有做错事 那就是人家亲自你 表示你很棒 与众不同表示你很神 好不好 所以你很幸福 可以吗 好 谢谢 好 我们 致政礼品 我们校长来代表雅大 对对 校长要补充一下 我想那个文茜今天的演讲会 改变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学生 然后透过这个网络 我想会有更多年轻人受到影响 我想他 其他我想这个 未来很多 我想我们都知道 护士体比说说实上是更幸福的 应该符合你那个一夜学校的定义 所以我今天感觉 非常感动 他感到这个 文茜那个真情流露的一遍 你今天非常投入 engaging 真 善 因为快乐 事实上 我们最大的善就是快乐 真善 而且那么美的picture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文茜是一个 一个新的开始 然后我们未来雅大的学生更有福气 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听到的演讲 再度给大家最大的掌声好不好 谢谢 谢谢 今回 好的